诶,咱每天一般的早餐都是大概这个量,是吧? 对,每天早餐都差不多了,然后就是提蛋就放在一趟早餐里,然后 你怎么说呢?就是早餐很简单嘛,因为我们人也比较少 你吃的也不会吃太多? 我负责任的说,太少了,我负责任的说,这吃的也太少了 来,周琪去打粥去了,我给大伙看看周琪早上吃的是什么 有包子,有鸡蛋,这个有两片烟黄瓜,就两片,加上一些牛肉,应该是牛肉 我跟大伙说一下,就是大伙可能觉得是,怎么这么少呀? 怎么就这两片鸡蛋呀? 说连我,你连一个普通人吃的都比得多,你要想到待会儿要继续运动 继续运动之前啊,吃点得了,而且待会儿还得喝蛋白粉 主要是先锅饼,哪排在这里买饼,我给你灌一个 我问,我突然想,自然你都说这事了,鸡蛋灌饼是不是在这儿呢? 它总是有个前因后果呀,总是有个前因后果呀 你是觉得那个摊特别吸引你,来头回这儿? 百年老摊,用的是一百年历史的老鸡蛋 一百年老鸡蛋 怎么回事呀?怎么就有这么一张照片? 那天是体检,早上就体检了,然后回来之后 就像你说一百年老摊 实在是,我明白,就是体检,体检是空腹 不让吃饭 回来看我吃饭 反正也就饿了 就时间吃了一块 不吃了 稍微不吃了 但是下午到中午 一眼完全多了 首先没什么 明白了吗,各位 这是灌饼背后的故事 因为体检 然后没吃早饭 让空腹 那怎么办呀 回来之后要下午要训练 就稍微垫不一口 就稍微垫不一口 不是每天吃鸡蛋灌饼 这附近我侦查了 真的没有饼蛋 什么摊都没有 我再来这一次跟你聊天 跟你咱们一块 就是西夜哈哈之前 我还是挺担心你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所现在承受的压力 是极少人体验过的 因为你曾经在最高的最高峰 然后当时你是唯一一个国内球员 在那边还在打比赛 所有人的希望 然后瞬间落到了一个 被大家都会指责的这样一个景色 所以我还挺担心那个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么多的就是 负面的消息在包围着你 但是从杰夫说我发现 你还 你还挺热的 这个东西 就是你 其实你 就说 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 就是你面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 这还不简单 头过来还是这样 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 你去了那些好孩子怎么样 你照着镜子 你看一看 对吧 不是说你去了NBA就怎么样 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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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NBA就已经 就一定算是什么样了 嗯 所以 你想象当中你的职业生涯的 顶点应该是什么样 才24分 我想象 我当初想象的就是我想 去NBA 但是我去了之后 我觉得去的差距很大 但是这个还是我的问题 嗯 嗯 行 我想就是屏幕前的各位 其实之前有很多的疑问 在我们跟 我们跟这个周期聊到现在 可能大伙的所有的就是 就是 就总能 我觉得已经给大伙想要给出的答案了 给了答案 答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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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